《機留所》是比相中環境好 甚至比一般人住的地方都要好 真的不是開玩笑 攝JPAS 網紅之一 陳兒禮拜二晚獲准保釋 已經立即宣布會再出片 他在片中聲稱保釋金要100萬 除了趕述拘留經過 還有回應警方前一天記招 但就表明不能夠提及安程 有很多網紅、KOL 可能會標榜投資 自己也有份投資下去 投資是不能輸的 會每天都賺錢 他們也會用一些很名貴的生活方式 甚至是一些很名貴的房車 從而令到各位相信 他的投資回報是相當可觀的 有些人說他們拿了我的手袋 所以看來記招是似海關的 好像檢獲了大量的走私稅貨 某程度上我們都覺得 他是有份參與 去哄一些投資者 去投資下去 而是本身他們也有理由相信 那個是一個騙局 都看到在JPEG這個平台 都集中在某幾間OTC購物店裡 我們都一直都還在查 但現在我們暫時看到的 都是向全謀詐騙這個方向去查的 昨天那個記招 說真的 警方說那些資料 你們不要怪警察 咦咦咦咦咦 說不出話 你沒有資料怎麼說 你都要靠證貪給資料 你有沒有抽情 沒有 那些事都是含糊字眼 一直以來我拍的片 在幾天前 我一直出的片 其實都是這個方向 包括我進去機樓再出來 我看的都是一致 探員帶走幾大袋大麻 大約有一公斤 市值大約23萬 涉及這宗毒粉案的 是以故藝人大傻成歡安的大仔 人稱細傻的成毓民 他同時也是西貢南衛村的村代表 他黑布蒙頭由警員押走 黃大仙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 根據線報 星期三早早到成毓民 位於西貢南衛村的住所搜查 檢獲涉案的大麻 和華爾吸食的工具 他涉嫌這幾宗罪被捕 48歲的成毓民 是成灰安大房的大仔 成灰安03年也曾經當選村代表 但是到了04年就患上了被癌癌 到09年8月病逝 而成毓民的兒子成俊賢 前年的12月 在西貢清水灣科大對開的迴旋處 發生交通意外 最終不治 醫者人心 三個獸醫診所女護士出街買飯的時候 遇到私家車司機在車內暈倒 他們立即幫忙急救 當時事主已經沒有呼吸密薄 我看到市主的兒子在車內 見到他身後一間 問他要不要幫忙 後來都在叫救護車 後來聽他的指示 我也找人幫忙 把他搬到車上放在地上 然後把他的指示 如何調心我壓 就幫他做到直至救護車 星期三下午2時 53歲姓林的男司機 在荃灣河貝街一帶 突然在車內暈倒 他兒子報警求助 事主其後送去人際醫院搶救 可惜延至下午近三點宣告不治 據了解 事主心前有糖尿病 心臟病 高血壓等 警方在現場沒有檢獲為輸 死因有待調查 長生發霉 可以說整個單位都是 地上還有一灘水 這裡是元朗錦田新界社團聯會的 過渡性房屋項目 行蒲新苑 多個單位都有出現滲漏的問題 最嚴重的都是位於頂層的單位 而這些影片 據知在世紀暴雨發生之前 就見到是這樣 報料的消息人士跟我們說 行蒲新苑的流水問題 已經持續了長達幾個月 形容長生好像瀑布一樣 單位的大門門框不斷滴水 他更加說天台的防水 其實已經散爛爛爛 每逢下大雨 單位就很有可能再次流水 新社團就確認 早在4月就發現問題 說當中有大約50個 較早落成的單位出現滲漏 發霧 已經要求承建商全面更換 如何避免雨水進入屋子 做得不夠 那他們第一械那個 就是出了一些問題 那後來我們就要求他 要做一些改善措施 房屋局回覆查詢的時候就說 朱地盤工程監督在4月26日發現雨水滲漏 至今一共有219個單位受到雨水滲漏影響 其中58伙情況較為嚴重 又形容在工程期間因為天氣情況令到單位出現滲漏 屬於個別事件 承建商和組裝合成單位供應商會承擔修善的所有開支 修善工作已經在8月10日開展 預計到今個月底會完成 所以並不影響預計在今年第四季入伙的時間表 這間酒樓門口大批內地旅客排隊吃飯 有人擺著雪糕桶拉起條線滑出排島區 而這一間樓下就擺著鐵馬 還安排職員指揮 不過旅客條龍都是排到去附近的休氣處 整條街人壁人 有大巴亭在附近接送遊客 臨近十一黃金周 這幾間招呼內地團的酒樓又開始人頭湧湧 旅監局嚴鎮以待 一年幾日派員幫忙維持秩序 行政總裁方安妮星期三早上也親自落場試冊 旅監局說 近日內地團的數目增加 所以加派人手巡邏 我們都留意到 來香港的內地旅行團大約到200多團左右 整個package可能都會考慮到 很多配套上的價格可能會有所調整 所以可能他們也會因為這樣 而在十一國慶假期前就會來香港轉 旅監局又說 在長假期之後 酒店價格下降 會吸引多些遊客來香港 不排除到時都會增加人手 再來土瓜環巡視 中秋節快到了 英節又怎麼少月餅呢 不少人這段期間都會開始買來送禮自用 不過要小心買到假貨 海關由上星期四起 展開執法行動 打擊網上售賣華爾無牌月餅 鎖定了多個可疑的網上平台帳戶 再放蛇假扮顧客購買 最終成功鎖定了兩個華爾賣假貨的帳戶 搜查旺角一個商下單位和慈雲山一個住宅 行動中檢獲49盒華爾無牌月餅 當中包括半島酒店的迷你奶王月餅 和美心流心奶王2023 估計市值16000元 拘捕了一男兩女 海關說他們以低於正價的價錢來吸引顧客 售價方面大概有一款正貨價的七成 有一款是正貨價的八至九成 它沒有特別是正版還是怎樣的 但是它就會列出價錢 還有也有相片給顧客去看 海關也教大家如何分辨真假月餅 真鏡這款半島酒店月餅 指定的食用日期是2023年10月9日之前 但是假貨就列出不同的日子 至於包裝盒底部的編號 每一盒都不會重複 而無牌月餅的編號就會有重複 至於美心流心奶王2023 正貨外盒的粒特紋細緻一些 假貨的印刷就會比較參差 某些位置只是平面印刷沒有粒特紋 而同樣所有正貨月餅的到期日 都是2023年10月9日前 但是假貨就會列出不同的日子 買月餅的時候最好都是去門市買才有保證